大家好,我是dexpien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讲网域名称系统 假设域名 DNS经常听,叫做Domain Name System 其实Domain Name System是什么呢? 一般在网络上去沟通,我们就有IP地址 就是电脑里面的做法 但是人类记住IP地址又很痛苦 我们打电话,我们都会有一本电话簿 记录下每一个电话号码 上网有一个很类似的概念 去查找不同的IP 有一个名字,例如是www.google.com 去查一个IP出来,然后就跟对方沟通 这个过程就会透过DNS来完成 电脑一般来说,接通一个网络上网 根据那个网络,会有一个DNS视频器给你 通常是Recursive的DNS伺服器 帮你回答这个答案 这个Recursive Name Server 有机会之前已经暂存了所有的记录 就立刻回答你 但是其实本身这个Recursive DNA Server 它是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域名记录的 它都是帮你去查的 查的过程呢 它叫Iterative,一层一层 去查一些域名 它会去找Root Hint的视频器 Root Hint是一个File 在Recursive Name Server那里记录着Root Service的IP地址 Root Service是由ICAN的分支机构 IANA监管 并由不同的营办商管理着这13组Root Service Root Service都不会有全世界所有的域名资料 Root Service 加上Top Level Domain的视频器的资料 它就要回答Recursive的DNS Server Top Level Domain的视频器是什么呢 我们先介定一下Top Level Domain 就以www.google.com为例 这个叫做Com 就是所谓Top Level Domain 顶级域名 每一个Top Level Domain 都会有Top Level Domain的视频器 援助的 www.google.com 那这个Com 就会是属于Com Top Level Domain的伺服器 看着这些东西 比如说 顶级域名 Top Level Domain的例子 有两个类别比较 common 一个就是GTLD Generic TLD 通融顶级域 另外一个叫Country Code TLD CCTLD 它会包含了国家和地区的顶级域名 留意英文都是简单叫Country Code 当我的Recursive DNS Server 得知Top Level Domain的DNS Server 的IP 就去找这个Top Level Domain的DNS Server Top Level Domain也答不了整个问题 它是答Recursive DNS Server Autoritative Name Server Google.com的位置 什么是Autoritative DNS伺服器呢 Google.com 这个商品就是Google 这家公司拥有的 都由这家公司去assign 一系列的Autoritative Name Server 管理着Google.com的区域 送了 我现在就问Autoritative Name Server www的记录 就会得知到www.google.com 这个完整DOMIN 指的是哪一个IP地址 继续的DNS Server 可以回答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就可以憑着这个IP的资料 再建立另外一个连接 去连接www.google.com的视频器 整个完整的流程中间就出现了三个过程 一个情况就是 叫Recursive Query 问这个Recursive DNS Server 可能它未必立即有个答案 它也是帮你再去问 第二个情况就是 Iterative Query 先问Root Server 再去问Top Level Domain Server 然后再问Autoritative Name Server 问一问 是问你三层这个过程 叫Iterative Query 最后Autoritative Name Server 回答Root Server 回答Root Server 就是Non-Recursive Query 为什么叫Non-Recursive 因为它已经是 直接知道 在那个区域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 它不需要再问人 它就是在那个区域里面的权威 所以这个就是 Non-Recursive Query 通常我们说Root Server 都是一个 伺服和Client之间的联系 由Server那边 主导整个Iterative Query上面 找出答案 继续回答用家的过程 而Iterative的过程 通常就是 指跟Server 与Server之间的交流 在Recursive Server这边 它就会一层一层 去找层级的伺服器 找答案 但是Iterative Query 都不一定存在在Server上面 假设有一天的Client 不用Recursive Name Server 它是想自己去一层一层去找 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为什么整件事 要搞得这么复杂 为什么不是一部机 我继续所有记录就算呢 整个设计就是很distributed 不会因为某一部机死了 而整个Iterative 叫做Root Server 层面去看 大大话话 都有十三组不同的Root Server 十几个不同的组织管理 就是有很多的Operator 管理着这一群的Server 这就已经是distributed 有一个Root Server Touchwood有什么事 那都会整个Internet 立即下降 第二就是 Top Level Domain 都分了不同的组织去管理 比如说 香港的域名 把它割了这一块 给香港的公司去管理 香港互联网 注册管理有限公司 HKIRC 假设Touchwood 香港这里 有什么事 都不会影响到美国的 因为它现在的Top Level Domain 就是分了出来 在香港那里去管理 同样道理 平时你看到Top Level Domain 是Dot.com 美国的公司出名 叫Fairy Sign 去负责抗务 它的权限 Performance Resilient 各样都分散了 就不会集中所有的 蛋都放在同一处 那就是分了不同的Server 在一层一层的Hierarchy 这个是一个distributed 计算的一个心思 Authentative的Name Server 就是交给自己 登记了个域名 Dex.education 由我去管理 看回个例子 我就交给 Halflair的公司 帮我铺着 关于Dex.education 的域名的记录 说明你是Authentative Name Server 你有权可以自己加一些记录 假设我想要 在Dex.education下面 加多一个名字 叫做 Hello.dex.education 那才算了 可以直接在Authentative Name Server 加一条记录 关于这一件字 指着哪一个IP 那就可以了 刚才提到Recursive的DNS Server 那是哪一个POW的呢 一般用家上网 都会在用ISP 互联网 服务供应商 提供给他一系列 Recursive的Name Server 例如 你用网X层上网 的网X层上网 会提供一些DNS Server 给你去用 他在利用香港XPAN 香港XPAN 都会有的 和X都会有的 亦都有一些开放 给所有用家 去使用DNS 香港比较用得多 就是Google 提供的Recursive DNS 其他888 或者1844 这个很出名的 或者有另一个 OpenDNS的服务 给一家出名的公司 C4系统 Sysco 收购了 也有另一个出名 帮大家挡DOS的公司 Cloud Flare 都会有提供 关于Recursive DNS Service的服务 都有不同的选择 刚才提到DNS DNS这件事 会是一个Internet的电话簿 会不会有机会 在电话簿上做一些事情 控制你 想到什么网 绝对是可以做到的 也有一些服务 标榜 用DNS的层面 帮你做一些保护 常见的可能是 在家里 你不想小朋友上网 一些DNS服务 就是提供家长过来的服务 或者是 Category 是分类 也都可能是 安全性的情况 例如在DNS层面 阻隔着一些有问题的IP地址 可能Recursive DNS伺服务 知道某些网站有问题的 可能是匠师网络的操控点 或者那些网站 曾经被人入侵过的 有机会会中毒 透过DNS层面 令到用家 不会接收到那些IP地址 就已经做到一个阻隔的效果 Bonus Tips 可不可以在自己家里 或者在自己公司里 建一个DNS服务器 绝对是可以 那还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关于Performance 假设我将所有的用家 都接到自己内部的DNS伺服务器 由DNS伺服务器 才集中去问 街外的Recursive DNS伺服务器 好处就是 可能最近有其他用家 问过的一些东西 我就不需要重复问 减少一些流量 而且由于我已经暂存了一些资料 被一来一回 出去外面问 是会快 第二就是 可以自己定立一些内部 才用的Zone 常见的就是 可能你自己 一个Domain Controller 有一些内部网域的操作 需要在一个公开的 Internet上做这些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用一个自己 私底下去设立的DNS 都会帮到你了 又或者你自己是想 内部做一些 在图片里面的 例如不想你家里的小朋友 不想你公司的同事 接触某一类型的网站 可以做一些图片在你自己的DNS层面 但是 它本身 只能够看到你自己手上有的东西 你不可以知道 在图片里面的外面 在发生什么事 所以 都可以设立一个 叫做 forwarding forwarding 一个 recursive的DNS server 这是一个惯常的做法 又或者可以 你自己的DNS server 去经历 由routine 再去找回到authoritative server 再去达出来的这个过程 也可以的 随便设计 当然反应时间很久了 之后 也有机会 我都会拍一些片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家里有什么配置 这个大家都可以 熄熄以来 之前看 在你的IP config 见过一些IP的配置 你怎样想去决定 你的网络上的基上 有哪个视伏器 之后也会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 今天关于DNS的介绍 希望大家能消化得到 或者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我可以分享多些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 这条影片帮到你 了解多些的话 或者你是想 接受到一些 由Rx分享 关于网络上的知识 记得订阅 如果你不订阅 之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再见到你 希望可以很快再见到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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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